蔡徐坤演唱会违规演唱 网友表示卖空气歌还没解决 今天文旅部发通告称蔡某某演唱会违规演出 未经许可擅自开场被罚 这只是说蔡某某的代理公司没有取得营业性演出 许可正不具备演员经济机构合法资质 并存还侵害公众正常购票观演权益的风险 说白了就是这个公司的事 是第三方的资质没有满足 并不是蔡徐坤本人的行为 很多网友表示蔡徐坤的卖空气歌还没有解决 现在就除了这件事 大众都不买账 但蔡徐坤本人在这件事是没有错的 她的演唱会在北京举办 还给抗议一线的抗议医护人员赠送了演唱会门票 进场还要有抗议证明才可以 这是实实在在的做了对抗一护的感谢 而她本人的粉丝则是原价购买门票的 所以她的粉丝认认为蔡徐坤因为得罪了黄牛才会这样的 买空气歌更是令大众不满的 主要就是蔡徐坤出专辑迷 搞了一波预售后 粉丝需要购买才可以听 但是购买的这个专辑还没有全部出完 所以购买了这个专辑相当于就只有三四首歌 后来蔡徐坤工作室也发布致歉性回应了此事 表示未将更加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完善专辑消费提示 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虽然蔡徐坤团队总有一些骚操作 但是林赫认为蔡徐坤本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从她刚开始入圈开始 林赫就开始有在关注她了 2015年她参加的一个中韩一起的选秀 综艺星动亚洲就一直备受瞩目 在同年8月她与15强通往韩国进行三个月的封闭训练 在2016年10月18日加入男子组和Sune 并担任音乐小分队SuneS的高音rap 在2017参演网易漫画真人漫改剧 我才不会被女孩子欺负呢 该剧在优酷读播 在2018年参加爱奇艺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偶像练习生 一开始亮相就惊艳了所有人 在这里每次都是以高明气通过 直到总决赛获得最高的票数 以9%队长出道 这档选秀更是把她推到了最高的地位 虽然这个团是个限定团 但是可以在这几年的团体中可以称是天花板了 每个人单拎出来都是非常抗大的 而蔡徐坤也有了一个称号 GC这也是对她的一种肯定 是个人植物 善与剧